哈嘍,各位大家好,我是曹尾牛です 又到了我們章節攻略的時間 今天帶來的章節攻略是11章 那11章其實比10章還要來的難很多 那不過不用害怕,那我們一步一步去做攻略 Follow這個攻略應該可以推得蠻得心應手的 好,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關於11章的攻略細節吧 好,首先來到11章 介紹一下我們11章有哪些可以撈的東西呢 我們可以看到11章,其實11-1沒有人物可以撈 那可以撈的大概是這個金高瓶,還有我們的經驗 為什麼說這個經驗呢? 因為這個經驗可以來比較一下 在打10之士的時候,平均道中經驗大概是894 那11-1一口氣跳到了1100多 你可以比較起來,9-4跨到10-4的時候 成長幅度大概只有60 那可是10-4跳11-1的時候,成長幅度居然有這麼多 大概快300 所以,而且10-4的等級跟11-1的等級不會差太多 也就是說你11-4可以自律通關的話 那11-1其實也不會差太遠 所以一般推薦如果可以練的話 最好是在11-1先練起來 再往後做攻略會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好,這是經驗的部分 再來,12-2當然有我們的阿賀眼 還有這個610是還蠻值得打撈的 最困難的我想大概就是11-3吧 這個川內雖然說是藍皮 不過蠻多人打撈的很痛苦 在11-4有這個哥倫比亞 在哥倫比亞超好用的 他也是我們克蝶家族的一份子 那他的體質好 然後又是砲血 還可以有旗艦保護功能 基本上是最推薦這個11-4的哥倫比亞 再往後推12長手 他又可以起到很大的一個作用 那除了哥倫比亞之外 11-4也很多東西可以撈 像是11-3的對空炮 還有克蝶炮 還有最強轟炸機 SB突襲 所以整個算起來 11-4算很好的一個打撈環境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道中 還有我們各個章節的攻略細節吧 好,接下來我們來瞭解一下 我們道中的一個細節 道中呢其實還是跟持長一樣 有大量的自暴劍 那而且這自暴劍血量來到了715 血量相當的多 而且撞到後排非常的痛 所以你前排最好是有炮巡 可以稍微消血 那後排一定要用戰劍 也可以攜帶輕巡復炮的戰劍 這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的戰劍等級不夠高 大概100出頭的話 可能有時候輕不了 那被撞上去可能就是 四五百血在跳 那可能你可以上兩隻戰劍 來保後排 那等到你的戰劍等級高了 大概110之後 你可以單戰劍 就可以有效清理這些自暴劍 那另外一個部分 一般的王 這邊的王 基本上一定都會丟這個 大量的魚雷 所以打王的時候 很需要 魚雷版 所以這邊其實還是一樣 戰劍的核心裝備 就是命中 命中非常的重要 然後 道中 很容易有大型戰劍的點燃 這點燃前排後排 都一定要裝 然後一定要裝備 我們的 輕巡復炮的戰劍 那前排一樣 我們剛剛說了 有大量的 魚雷 所以我們需要有 擋雷版 還有迴避 還有增加血量的一個道具 當然 道中的輔助 這些補血的 非常的有用 尤尼控 還有翔鳳 這個補血機一定要 那避免第六戰 零彈的話 你可以選用冥死 或者是我們的 女造神 當然還是最重要的一點 盡量避免 大型三星的戰鬥 盡量避免 會減少很多的傷害 再來前排推薦生存的道中 大概有這些 輕巡類 菲尼克應該是最坦的 那克蝶類的 克蝶家族都還不錯 那里安達算是一個 低號版的一個 輕巡 整體三圍都還不錯 那重巡方面 這個波特改 不用說 明尼也是最近 新加入的 那完全的坦 就是屬於我們的歐根 那最近也有一個 改造的 約克 這個他的成長迴避 也是不錯的 可以搭配 皇家的陣型 出座 再來 雪風 是絕對的驅逐坦 不過這個 得來不易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 那剩下這兩個 加倍嶺跟我們的 局高高 其實很好坦 那再來 你打到安全海域的時候 可能可以上一個 小天鵝 或是唐斯凱星 這些都是蠻不錯的 低號 驅逐坦 那戰艦的部分 我剛剛說了 一定要用驅逐 不是 用清巡 除炮的 所以這邊有天城 加賀 所以這邊很多 都可以用 哪怕是 皇家的大器 都可以使用我們的 清巡富寶 所以上次美國活動 華盛頓啊 胡德啊 敦克啊 他們只能裝備驅逐 所以他不能裝備 這個 清巡 所以在我們道中戰 會顯得很吃力 所以基本上 我不太推薦說 用這些戰艦來做 道中的進攻 當然打王是另外一回事啦 那 道中是比較不推薦的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 各章節的一個攻略吧 好 首先如果你第一次開拓 十一章的話 我建議的基本 陣型是這樣 那 有不錯的坦型的 菲尼克斯 配合我們女造神 可以做到不錯的一個 回血效果 那 克爹很坦 不用說 還有我們黎安達 這種 一開始可以落 拉煙 還可以有 前排巡洋的火力加成 那還有自備魚雷 可以打一些我們 大型的戰劍 那 這個 戰劍 中間的戰劍 可以選擇 選擇很多 那一定要裝備 輕巡復炮 帶來 UNICORM 補血 不用說 基本上的 裝備大概就是這樣 前面 一定要裝備 我們滅火器 前後都要 開拓的時候很重要 一定要滅火器 安全海域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 拔掉兩邊 後排兩邊的 不過 主力 旗艦一定要裝滅火器 因為對方的主力 一定會跨射 魔方的器件 那 最後 等到你的 安全海域 打到安全海域之後 你可以 開始 拔掉一些人 試試看 這樣可不可以到中 可以的話 等級也高起來的話 甚至 平均到達 100億的話 你甚至可以 只剩下一隻 菲尼克斯 在做 倒中的攻略 所以菲尼克斯非常的彈 這取決於你的安全海域 還有你的等級 好 接下來我們看 各章節的攻略吧 首先是11隻1 11隻1的王 是兩隻驅逐 那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打驅逐的時候 你最好使用榴彈炮 所以前面的榴彈炮 後排阻力的榴彈炮 都可以有效對驅逐王 做傷害 那本次11隻1攻略的角色 我大概是利用了 美國的前方砲巡 然後利用光輝還有尼控 來保前排 那使我們前方的榴彈炮 可以做有效的輸出 那另外一方面 可以使用我們的火控 增加我們眾群的命中 那些小艦 很適合 對 變成的 是 我覺得 有意味中 酷 是 從 努力 是 是 是 我 那是 我 可以那小傷疑 我都可能在陰 internships 我都不知道 我特有害怕 XX 這些產品 我為你敢做甚麼 你敢做什麼 我敢做什麼 我敢做這個 我敢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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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接下来十二之二要打我们这个王室众寻的妙高 那众寻要怎么打比较有效率呢 众寻其实它是中甲 那其实用侧甲弹的主炮对它来说会比较好 尤其是我们众寻的侧甲弹 然后再来就是鱼蕾 鱼蕾伤害其实对中甲也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所以只好可以使用这些武器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榴弹可能就还好 当然我们的战舰主炮还是选用榴弹 410406会比较好 那我们接下来十二之二怎么打呢 一样我们可以用前方两个众寻的代表 用我们的侧甲弹 然后一样用保底 那大七还有我们的方舟来减速 有效的增加我们的命中率 这样打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一样用保底数 凭上 黄 europ 把努力 形敞 Hombody 去吧,我求你 姨姨... 嬉しい... 我的番... 我明白 啊... 可愛... 不可邪魔 不可邪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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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最好是留意卯月的鱼雷 那个很痛很快 所以先秒卯月 剩下的就可以很自由的自律阿赫也 来 Bald 飞表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用了 不肥? 你不要再与你 我去死了 你与我死亡 我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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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在那些人 那些人都在一起 打十一之四的穿雷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他就是蠻固定的做上下八字型的移動 再來進場會放魚雷之外 剩下就是前方彈幕 那前方彈幕放個三四波之後 就會開始下一發的魚雷彈幕 那只要我們手動能夠奪好這個魚雷彈幕 應該打這隻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剩下就是利用大砲去預辦他的路徑 有效的擊中他 不然他會用大砲的光 他會用大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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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以上是有關十一章的細部攻略 那整體看下來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打王的攻略組 不外乎就那幾隻 當然如果你要自律的話 最好是首選這個光灰 他可以保前排 另外還有我們的這個小佳佳 還有艾塞克斯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王很會跑 基本上很後面你很難瞄到他們 那他們可以持續有效的增加我們的DOT傷害 就是每秒進水或是燃燒的傷害 再來之前也有用過的 用方舟或是半人馬 他們的技能可以減速 那有效增加我們大砲或是前排的命中率 再來因為這個章節其實很多都是驅逐或是清巡 所以歐洛拉可以有效的降低驅逐還有清巡的迴避率 那增加我們的命中率 當然海媽的增傷也是很重要的 再來打青甲 這個貝爺的 流彈傷害也是不錯的 再來我們後面的 當然所屬皇家 是最簡單的 因為我們前面就 很多攻略都是用皇家的 那理論上來說 你的皇家後排等級應該都蠻高的 那除了這皇家後排之外呢 你還有可能可以選的是 最近的天城啊 加賀啊 或是美國的戰艦 其實都也不錯好用 可是選皇家理由是因為很多的 光輝啊 方舟啊 這些都屬於皇家的 甚至貝爺 所以你用QE上去的話 可以增加整個皇家的戰鬥力 所以這是為什麼選皇家初級 所以打王是最容易的 好啦 以上是今天的11章攻略 整個打王的情況 最好 打王組 你能夠練到108級 以上 再來考慮自律 那如果你只是100級出頭 要自律 我覺得 可能有些困難 最好還是手動 不然你就是要6船 全部上滿 當然 安全海域 等級越高 你就會開始 減少你的初級傳數 一點一點的去 試試看 可以調出你最低耗的方式去撈船 是最好捕獲的 好啦 以上是今天11章的介紹 希望你有所了解 那我是草莓妞 每周一到每周四 晚上8點都會有直播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到現場再來詢問啦 好 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